总统6000点回到他的博客的台南 因为民进党的公式改选投票 来投票当晚等到总统很高兴 给孩子录给他 6000点选投票 领完回到他 完成投票 我回到台南 散尽党员的责任 投下宝贵的一票 要参参当部主委的贵国民 第26000点的生辞兵 因为在立法院冲突的时候丢胸 他也够优劣 这次是当部主委改选 人家说是新刁流到非新刁流的对冠 结果是贵国民政养丹金中 我定位成把这次的主委 定位成所谓的任务型主委 他必须进行改革党务 第二个他必须部署选务 第三他要加强服务 在未来的2026与2028 台南必定是一个最凸显的 全国级的一个贪头堡 虽然是当部主委选计 但是立委临准显和丹典会 两个想要穿市长的人 一个站在六千点的正面 另外一个站在左边 过国民选条 是不是关系的理工理 六个台南市长的人选 这是一场君子之争 以主委来讲当选的或是没有当选的 都是乡人为这个党 而且选后就团结 郭雍也是两个人出来算 雍元会的市议院赢本役 还有新刁流支持的当役闹 这就是赢本役 我们接下来其实没有开心的时间 就是一定要团结 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来民进党所遭遇的对手 是国民党 而且国民党似乎已经整军完备 选举总是会有输会有赢 但是这个都不会影响到说 民主进步党在高雄市党部 未来的运作 这个选市长跟主委无关 虽然说跟市党的选计无关 但是已经说要选利空二楼市党的领委 科技构投票的时候 是跟丹会文加油 丹会文露选 相逢在丹期间的竞争 大家握手法团结 民事新闻台南角高雄报道 关记提您出任MOD的遥控器 在主选的项目里面来加进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尝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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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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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